去年我们总共有四个台湾代表 去印尼参加了亚太青年领袖气候变迁论坛 那在那边呢我们总共针对了五个部门 包括企业、政府、媒体、教育还有社区 我们针对这五个部门呢制定了不同的行动方案 那我们在那边制定的行动方案 是比较属于一个就是跨国性的 或者是说各国都可以使用的一个共同性的行动方案 但是我们希望就是说回到台湾之后 我们可以把在那边的经验带回来 成为今天的论坛可以成为一个散播种子的一个机制 那让更多的青年朋友可以一起来针对抗暖化来行动 但是我们去年里做的那五个行动方案呢 不一定很适合台湾的现况 所以我们希望今天的活动就是台湾的青年可以来检视 这我们所制定的行动方案 看看它是不是那么的适合台湾来执行 那如果不适合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己来拟定 就是可以执行的行动方案来一起解决气候变迁的问题 那我们希望说今天这个活动它只是一个开始 那未来的下一步要怎么走 其实是今天的学员还有所有来参加的伙伴 就是下一步大家要怎么样串联 怎么样集结 然后跨出那个个人的内部 去跟其他人一起合作 然后来执行一些真正的抗暖化的一些行动 所以我们是比较专业的想法 那有一些 比如我们想说对每次都要怎么做 那不是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利用身边 互相来协助 然后把这个真的一些刺激的观念去落实 那我觉得在设局里面 营造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它可以产生力量 然后互相监督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人会很老 就是你虽然说看到那个设计分类是这样做 可是有时候就是基于一种方便吗 或者是基于一种偷懒的 其实就容易卸淡 你那个是一个很好的案件 都是寄得到台湾的 或者是会做一个人 那那个部分媒体的 一定都只是做一个塌上的知识 你寄的东西一定是一个在本土最有接近的 然后到完后可能会知道 诶 国外是怎么做 国外的例子也是什么 很塌上的知识 所以我一直很希望是说 有没有办法把旅乐性跟 环保性恒相结果 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动作 因为环保性恒相结果 我现在就是在想说 怎么样让这样的一个理念 透过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法跟策略 让它传到 可能有一些戏会觉得说 还是这种心态吧 对 那就是 就是在想说 那种你想到的 对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而且这个话我觉得你不可能透过 一星一个礼拜的 日出牌报的当地就能影响一个 那一定是长期的一些 潜入的话才能让他们真的觉得 我们是借由论论 然后再来定立我们的 短期目标跟长期目标 然后我们的我们的总体任务是希望鼓励促进还有监督企业朝向有去经营 当然有去经营包括环境包括绿能包括总量减少包括低碳等等 然后因为我们也是个人啊 个人在不管我们的角色是个人对于企业或个人在企业里面 然后但是我们个人也有消费行为 然后我们希望有我们的消费行为能够影响企业的环保政策 比如说我们选绿能产品 然后我们要建立个人的价值观 不是说比如说买新产品用了一次就要丢 我们买一个东西是要用很久的 藉由我们刚才的短期目标之后 我们可不可以发挥我们个人扩大的影响力 然后让企业影响企业 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是要这样的选择 然后你们不做这样的事情你们就会失去竞争力 然后比如说台湾环境资讯中心的报导 然后是不是上面就可以有一些资料呢? 或者是我们在场的青年是不是可以建构一个部落格或者是一个论坛 将企业有绿能制成然后或者是温室气力减量的 就是有这些target然后它可以公布 这样我们才知道有什么企业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那个绿能产品 然后接下来就是企业受到消费者选择的影响 而提升竞争力 然后改变并带动其他企业 比如说像Epson他有做 HP没有做所以HP会得定之类的 各位青年朋友们开始关心你身边的企业吧 或许你在买东西的时候你在挣扎 到底要不要买这个东西的原因不再只是价钱 而是这个企业他们付出的心力 为地球他们为环境他们贡献的心力是如何 我觉得大家可以开始思考开始观察 不是只有在学校里面购买学校福利社的东西 我们是有思考性的 反途归生乐活人生 这是我们这次个人主考而出来的一个目标 那当然要执行到反不归生乐活人生 我们要重新开始 也就是我们的环保不仅仅只是环保 而是从自己内心从个人重新出发 反不归生乐活人生 我们生活分很大很多区块不外乎就是实义住行娱乐 那我们简单看这几项在我们人生在我们生活中有代表哪些东西 好我们的总体目标 刚看完我们在生活上面这些种种的东西呢 我们签计了一个我们今天的计划是探索 探索与分享产品生命历程创造低消费的动机 那如何来探索产品的生命历程 其实生命历程就好像15点一样 一个东西从没有到有 从有到没有 这个这一段路我们怎么知道说我们 他们是怎么来的 以我们一个生活上的消费 清新福全大家都有喝过 他们的大杯饮料是用保利笼杯来装的 那你喝完它以后把它丢掉它会去哪里 有没有想过 这样的东西是不是值得我们在生活上使用 我们是不是还要再去买这类的饮料店的产品 那我们需要自己思索一下 那另外呢在半年计划里面我们好好找出它的替代方案 最简单的就是不要买 当然不要买会可能我没办法执行 是因为我有些物欲 必须要去实现我的想法 那如果我真的很想喝 你是不是可以自己带所谓的环保杯去做 老板 珍珠奶茶一杯 哎呀 好 物以环保小而不为 物以污染小 以这句话作为结论 谢谢